那就是说东北到广东这么老大的客流为啥就没有高铁呢 尤其是哈尔滨到广州客流简直大得恐怖 如果全程坐高铁从哈尔滨到广州能否实现招发席致呢 于是经过得仔细研究买了这辆三张票 那今到咱们就冒着赶不上车的极大风险从哈尔滨西站出发 挑战一下的坐高铁从哈尔滨到广州招发席致 在此先温馨提示一下的 千万不要随意模仿本次行程 否则那是真容易赶不上车呀 首先我们要坐这趟高2638去沙阳北 6点48开车9点11道 在不晚点的情况下我们在沙阳北有14分钟的换乘时间 9点25分乘坐高912次列车一站直达北京朝阳 在北京朝阳需要公交转地铁去北京西站 最后在北京西乘坐高81次列车就可以直达广州南了 最难的就是北京朝阳的北京西之间的换乘 咱们先上车稍后再说这段换乘为什么这么难 前方停车站是德惠西站 这刚一开车前上好几个买短成长的人都在补去太原南的票 补的都是无座得站一百天才能到太原呢 到达中途第一站德惠西 这大姐把脚丫子放小说晚上给旁边大哥嫌弃够呛 我感觉第一段换乘应该稳了 刚才是提前两分钟进站的 这会儿已经进长春市区了 又提前两分钟到长春西 刚才去蹲了个坑好像到宫中岭附近减速了 要挖啊呀居然晚点了 这晚了五分钟到长途西的 这不扯呢吗 给我整队的紧张了 不会在沈阳北就赶上车了吧 这次的行程想想都挺累 长这么大头一次在一天内坐这么远的高铁 等回来说啥也不这么折腾了 高低得买张机票 查了一下沈阳北的车站大屏我又放松了一些 高912也晚点了 我得抓紧去门口等着了 这门怎么还不开呢 感觉有点悬呢 我刚才已经停到高912正在检票了 人还没走没呢 第一次换乘危机成功解除 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 哈尔滨不有到北京的高铁吗 为啥去沈阳北换乘呢 再说这个车不是长春十发吗 在长春换乘不也行吗 很简单一个道理 时间是真对不上的 高912已经进来了 是个金银凤凰 是在沈阳北好像在上一车人 本身就有点晚了 刚才人太多 上不完又耽误了一会儿 目前颓算 如果不再继续晚的情况下 在北京只有一个小时40分钟的换乘时间 虽然时间看着挺长 但是北京朝阳到北京西真的不近呢 尤其是北京朝阳 现在暂不通地铁 时间根本不可控 那打车不就完了吗 就现在这么大客流 等出租有可能会等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 还不如坐公交呢 现在正在经过 心同客专的起点 西民北站 目前只能寄希望 那个标杆 能把时间再找回来一点吧 否则北京骑到广州南的 那张四位数车票 就有打水漂了 那这个车后 还得抓紧去北京西站 换乘高81 才能到广州南呢 这会儿列车已经开到了辽宁复兴 这站不用加辽宁两个字 只有辽宁朝阳 才加辽宁两个字 下面咱们先感受一下 经常标杆车的风驰电车 然后一会儿到北京后 咱们再转售一下 全线350的京广高铁 全国唯一省民开头的高铁站 辽宁朝阳 正经过一个 一直没有运营的高铁站 明天还挺奇怪的 这会儿我们已经来到了陵远市 但是陵远的高铁站 没有陵远两个字 叫牛河两站 已经出辽宁 进入河北省的平泉市了 现在经过的是青龙县西站 马上就要出河北省欧北京了 我已经没有心情白了 刚到密云就开始减速了 本身就有点晚点 再晚点一会儿可就赶不上车了 抓紧上班口扎着来 把下车后的第一时间冲出去 就剩一个小时40分钟 再换成了 抓紧去北京西站 需要赶快跑的 公交三点 这种情况 不管哪路 只要有公交车就得上 必须得第一时间 离开车站那片拥堵区域 感觉离地铁口挺近的 但是公交车 居然也耗费了20多分钟 两点整的车 现在都12点45了 得坐到这个九龙山 换起号线 现在是1点03分 还有4分钟起号线能进来 下一站就北京西了 此时距离发车时间还有27分钟 幸亏北京西 下地铁之后不用再安检了 要不然最少还得再靠出5分钟 人还没走完呢 换成危机成功解除 这趟高81 是从北京到广州 最晚的一趟高铁了 在后面又没有了 还有很多人建议我说 在什么石家庄和郑州东换成 我一直强调的是 哈尔滨到广州 朝发期日 这么难理解吗 长得我一个铁路五星会员 好像不会看十个表一样 看着旁边大哥吃得挺香啊 从早上开始就拼命的赶车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看来没吃饭的人不少 搬车站都在吃泡面呢 这次提前开了呀 两点的车1点58就发车了 吃泡面接个热水 看来还得排队呢 每次在高铁上吃泡面 评论区都有人喷我 愿意喷就喷吧 我也不能饿着呀 我们已经离开北京了 首先经过的是卓州东站 仅间隔四分钟的时间 便开到了高碑电动 驴肉火烧的故乡保定 这车怎么也算个标杆 跨的车站所以比较多一些 马上要进试驾庄了 这刚一出隧道怎么跟火车标上了呢 这是北京西道南长的特要素 北京到南长的火车走京广线 应该是挺绕啊 高八十一中途第一站 试驾庄站 这会儿列车已经开到了形态东了 还是邯南这个地方好啊 几千年以来没改过名字 只可去试驾庄赵子龙和包丑领布了 排不了窗外了 前面大姐把帘拉上了 旁边大哥又睡着了 包里也没有吃的了 提前在12306上点个晚餐外卖吧 点了一份长沙南站的外卖 过了长沙南就给送到座位上来了 这刚到达河北东站 一个大哥还一声惊讶 大哥说这种车 这怎么连河北东都停 到郑州东旁边大哥醒了 我在车门口站一会儿吧 广铁U才提示您 前方到站是驻马变息站 我发现一在车门口站着 乘务员又来查我票 这次幸亏我做的不是环线 否则的话 乘务员一查票 肯定能给他干懵了 除了郑州 我们现在正在经过徐昌东 车厢里跑一个小孩 在这儿来回跑来跑去 小孩还把脚带到这个缝隙里玩 这玩意多危险呢 大人看着也不管 这座城市别的东西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看很多辣条子包装 都是这个城市产的 我们正经过的是洛河西站 到驻马变息了 去广州的话 还得是高79度的过夜 那趟车在京广高铁上 只停省会 开到新阳东了 在几个孩子的车厢里 蹦来蹦去的 大人在旁边看着也不管 这个必须得拍一下子 斯大明北之手笑赶呗 进武汉了 现在正在跨长江 这过了武汉 外面下雨 加上天黑也拍不清啥了 用地图看一下的吧 这会儿刚过仙境北 玩了会儿手机 现在已经到达长沙南站 这到长沙南都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 一会儿我的外卖就该送过来了 这家伙撒的到处都是汤啊 我再擦了半天 整个这桌子上的油还不好擦呢 吃了个饭已经过亨阳东了 不是全线恢复350了吗 这一段刚跑300呀 我去兄弟们出大事了 马上进广州的时候睡着了 再一请车门正好关上了 这不扯呢吗 下不去了 再停车是虎门 我又补了一段到虎门的票 我原本打算到广州南之后 坐地铁骑号线去佛山住 能便宜点 这下妥了 晚上十点多给我干虎门来了 我记得虎门站是网上说 那个与佛山经厂 称为广东卧龙凤厨那个车站吧 这车站瞅着一点也不叙利亚风格呀 我记得虎门站在广州上 爽 universoي不叙利亚风格呀